哇塞这天气也太好了吧 看这都是房子 但都没什么人住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控制率大概多少 我觉得应该有90%了 然后再往上看嘛 这边一室一庭啊 600块钱一个月 特别便宜啊 这边不光租房平 住宾馆也是特别便宜 我这个大概40个平方 是75块钱一天 WiFi啊电视啊冰箱 这还有吸烟机可以做饭呢 真的是挺超值的 所以觉得是这边啊 就等直接看到海 海景房75块钱 这个条件确实是我住过最便宜的 总价30万 买钱买海景房 这个地方超大的呀 但是你看根本没有人 这房子都是建完的 进装修的 这些房子看起来都是没人住的 这么多 现在我相信了 这边可能就是 月租600块钱就行 绕了一圈啊 基本上都没有人 这边能看到海啊 这这这这这这风景挺不错啊 这空调什么也是在这儿的吧 空调这个不是空调吗 对啊也是包括的 电视 这个也是600一个啊 对 这边可以做饭 卫生间什么的 那水电费是另外算吗 水电费是两块电视一块 Twitter 应该是两块电视 接下来 añad 这这本房也EE 嗯 也挺大的 19万就能拿下了 6万租这个别墅一年6万 这得多少个平方这个 300多坪坊 300多坪坊 就是范围啊 它有那个什么花园嘛 它是一个房间 它有收藏厂 厨房有KTV 有那个什么 去浴场 冲凉的地方那个什么 游泳机的对不对 这地方简直是隐居躺平的天堂呀 600块钱一个月 还进房 水电齐全 有空调 拎包入住的 一个精装修的公寓 48个平方 月租只要600块 我问的是租一个月的 如果按年租的话 它说都能达到这个数 凭且还是海景 这应该是广东 乃至全国吧 最便宜的海景公寓的 平均算下来20块钱一天 离海边只有不到100米 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就特别好 就是碧桂岩旗下的嘛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这边还有别墅啊 咱们来看看这个别墅怎么样 实用面积300平方的一个别墅 月租金是五六千 就基本上跟我在深圳租那个38平方的差不多价格了 一百万左右就能拿下了 哎呀 这太好 这还有泳池 有一个别墅面朝大海出难花开 从此不是梦啊 在阳江碧桂园月亮湾 就可以实现您这个梦想 哇 好大啊 可以在院子里种点花草草 甚至都能割出几块小菜地了 然后不到100米了 对面就是海 在这就能看到 大爷自己一个人玩水 大爷您是重庆过来的 那你重庆怎么会来广东这呢 这里是沃冬嘛 他们大爷来的话就是很便宜 他就是在这里的书的话都不明说 只要1千亿的块钱 哦是租的房子是吧 嗯 就是他租管 1千亿 不 大爷去 去来就成费路费 哦 可以说一天 嗯 就可以做这个大宝 是 大宝把我们送过来的 哦 在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房子 像这种小公寓啊 租的话这房都是600 这种价位 可以说相当便宜划算啊 环境啊天气气候啊还是很高的 这里面各个小区都标着30万卖还进房 但实际现在卖也就20万这样了 就连碧环园那种呃40平方房子卖19万多一点 而且你要想谈的话估计也能打打折 能看出来至少碧环园一开始是想把这厂盖的挺好的 这甚至还有个游乐园啊 这个当然肯定没有人了哈 啊收票处都没人都感觉落灰了 哎呀这项目估计也完不了 大哥话说这一个人也开呀 那可以啊 30块钱独享着一个大母天轮 在顶上就能看到这个地方大概的样楼了 这里有个三四十栋楼吧 最令人吃惊是这地方房子也不好卖 但还是在楼新楼盘还是震得近 实在是令人太震惊了 在这样一个地方连饭店都没有 但是还有个冰雪大世界 哇塞这地方也太有意思了 嗯 这都是冰柱的啊 对啊 那里面全部都冰着呢 挺有意思的 平时都要一直在那冰着哈 对啊 这玩意不能解冻 就是常年都是这么冰着 是的 现在是亏的 亏钱 我忘记的时候就赚钱了 哦 是哦 用下来 哇塞 不敢相信 这是在这还有雪 哎呀 真是太有意思了 这是太吃惊了 就连深圳有这种地方都很少 这地方人还不多 才能见起来这个 真的是也有点奇葩了 这是这个地方唯一一个餐馆能吃饭的地方 这多少钱啊 13克 这多少钱啊 13克 哦 真够实惠 一离开深圳啊 这个消费瞬间降低了 我感觉这个幸福止住啊 就是急剧的上升 13块钱吃个两回两回太舒服了 这地方居住性价比啊 无疑是很高的 17年开盘 那时候是卖30来万 现在呢卖20万 度假养老 还是可以 嗯 就是生活配套 确实差了点 在这儿除了肯定比较省钱 你想消费都没有地方去啊 要吃这个烧烤没有 麻辣烫没有 奶茶也没有 只有家便宜店和三家工地块钱 可以说它就是个农村 附近啊都是农庄全聚 最近的一个镇子在五公里开外 要买菜什么的 得去镇上买 没有车送不难行 好处房价特别便宜 坏处就是配套叉叉了 如果买了十度不完 大家能给它打几分呢 到了晚上 这完全是个鬼城嘛 看不到灯的 这个大广场 到了晚上就是人量最密集的时候 那说实话 人也不是很多 而且据我观察嘛 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都是老年人去的 明天城市多得很 哦这样子 基本上在这边 来过冬的 基本上 重庆的占高速嘛 哦 因为冬天 重庆那儿比较冷 嗯 重庆的要占百分之六十 哦 姐我能问一下 是不是大部分住的还是老年人 嗯 目前的话是 基本上是嘛 因为老年人才有时间 哦 嗯 夏天就是那些放了暑假的 嗯 年轻人 都带小孩到这个地方来 那平时 一般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就是那些老人 哦 就是退了休的过来过多 大姐 你说一下在这住着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嗯 就是交通不方便 是啊 就在这边住着一种 住在美国的体验 就是你无论去哪都要开车 我现在想去那个便宜店买杯水 也得开车过去 不然腿走的话 估计来回得二十来分钟吧 啊